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最新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国内纪检监察机关 对中管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行为的 立案数量有所增加 其中中管干部共有54人被立案调查 厅局级干部达到2480人 县处级干部高达2万人 同时也有7名省部级干部 以及589名地厅级干部被批评教育 这一数据显示了 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工作中 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加大了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 监督和整治力度 整治腐败行为的效果进一步提升 助力了国家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